谢谢雪球给我一个机会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明年的看法 那么非常荣幸 因为今年正好是雪球的十周年的纪念 而且这是我第三次参加雪球的年度的峰会 那么今年我想讲的我的题目是王者归来 那么其实在我们每一年做11月的第二个星期 做未来的注意还是未来的12个月的展望的时候 我们都会对于未来的12个月有一个看法 但是今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年 如果各位还记得 当然现在股市美国的股市已经创新高了 相信各位做美股的朋友 今年如果把握住机会的话 应该今年的收益非常好 但是呢 如果你回手一下 在今年年初 在二月份二月中旬的时候 在我们 预测美股出现 比较大规模的暴跌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想到 一场瘟疫 会让 中外全球的股市 包括美股进入一个 从1929年以来 大销条以来最大的一次回调 那么在二月中旬 市场暴跌之后 我们看到 进入了三月份 随着这个疫情在欧美国家泛滥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股市 经历的历史性的熔断的次数 连巴菲特老先生 93岁高龄的巴菲特老先生 都没有经历过 OK 一直到三月而四后 出现历史性的反弹 那所以呢 我觉得到了 今年六月份 在我们展望下半年 就是我们展望 六月十一号展望下半年 未来的六个月的时候 我们说呢 我们的题目呢 叫乾隆御用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易经理的前挂 第一挂 乾隆御用 那么形容了龙在深渊 这个时候呢 市场呢 处于一个 或者说整个周期呢 处于一个最底部的阶段 因此呢 我们叫乾隆御用 因为龙还没有跃出水面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让它施展它的威力 但是呢 我们改了一个字 叫乾隆御用 就是这个龙要跃跃御时呢 准备要浮出水面的时候 七八月份 不仅仅欧美市场 在涨好 我们中国市场呢 又有一波非常强的行情 我们从两千多点涨到了 接近三千五百点的水平 那么同时呢 在今年六月份 我们展望 未来六个月的时候 我们认为呢 价值的因子 价值的因子 它将在未来的 一段时间里头 开始在市场里有所表现 因为这个价值的因子 被压抑得太 过分了 那么看一下 这张图 那么这张图显示的 给大家显示的是 整体的市场 整体的美股市场里头 价值板块和成长板块之间 它的这个相对收益的表现 那么我把所有的数据 全部调出来 大概是四十年左右的数据 我们看到的是 在两千年三月份 三月九号 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市场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价值股 相对于成长股的 相对的表现呢 达到了一个历史最低的水平 那么到了今年 六月份 五六月份左右 我们再一次看到 价值板块相对于成长板块 的相对表现呢 回到了两千年三月份 最低的水平 那么这个情况 可不可以持续 或者说 我们会不会看到 一个军职回归 我相信 我们已经正在经历 一个军职回归的过程 那么到了今年十一月份 今年不仅仅是二三月份 我们出现了一个 历史新的行情 今年的十一月份 我们出现一个 更有意思的行情 就是在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 我们看到的是 资金从成长板块里头出逃 轮动到价值板块 同时在十一月的这一天 大概十一月七号左右 在这一天 价值板块相对于成长板块的 相对表现 或者说相对跑赢的程度 达到了15.5倍的方差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后头两 二十个零 这样的事件出现的概率 如果在一个 正态分布的世界里头 它产生的概率 比这个宇宙的年纪还要大 就是说在我们 整个宇宙存在的历史里头 它都不会发生 15.5倍的方差 那么同时呢 我们看到呢 在过去我们有历史 有数据以来 最大的一次单天的 成长板块的资金 向价值板块资金轮动 那因此呢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出现这么历史性的行情 像今年三月底 出现的历史性的行情一样 它是市场告诉我们 或者说市场向我们 展示未来的一个方法 市场用这种特别奇怪的 特别小概率的 超小概率的事件 向我们预示着 未来一段时间 将要发生的事情 那么否则呢 这种小概率的事件 是不会随便发生的 因此 到了今年的11月份 我们看到全球的市场 不仅仅是我们中国 不仅仅是美国的市场 我们中国的市场 其实已经从7月份 在这个整体的板块 整体的这个市场 指数回暖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 周期板块 远远地跑赢了 成长板块 非常有意思 当我们看到 这个现象的时候 我就 或者说在我们 想写这个报告之前 我想找出来 什么是价值股 或者说什么是价值板块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听到说 我们做量化的人 或者说我们 在市场做策略的人 我们每天 看到了4000个股票 看到4000个股票 因此 从上往下看 你没办法 每一个股票 都看得那么仔细 当然有一些股票 我们看得特别仔细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一些大型股 像茅台 阿里巴巴 腾讯这种 大家都知道 但是4000个股票 你很难一个一个地去看 因此在我们 从上往下看的时候 在我们挑选 所谓的价值的时候 我们做量化的 做这个选股模型的时候 我们用一些非常简单的指标 去代替价值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一般呢 挑选低估值 低市盈率 低市净率 低市销率 以及高股息分红的 这些股票 很简单 那么所以呢 我们平时所说的 或者说对于一个 做宏观量化的人 我们平时所说的 价值板块 其实它是一个量化的指标 它是一个估值的指标 因此 对于一个 做宏观量化的人来说 你做的价值的投资 其实更多的意义上呢 是一个估值投资 你只是挑选 低估值的股票 但是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计算股票 基本面决定的估值的时候 我们 把未来 10到20年的现金流 往回折现 那么这里隐含了 一个增长的概念 对吧 因为你现金流每年 有既定的方 茅台每年的现金流 增长20% 很简单 所以 股票的价值 股票产生价值的方法 跟我们平常 做量化的时候 进行估值的方法 是完全不一样 它里头有一个 相对的成长的概念 因此在我们挑选 价值板块的时候 我们还要考虑 4000个股票 相对的成长的潜质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做一个 简单的 加权的 加权的加种 去过滤出 所谓的价值的板块 那么正好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是 低估值的板块 和 能够产生价值的板块 也就是我们管理层 能够为各位股东 产生 资本的 投资的回报率 远远地高于 资金成本的 这个机会 那么这 估值的板块 低估值的板块 和 高价值的板块 有很大的重合 那么这一部分的重合呢 正好是我们 非常熟悉的 传统的 周期性的板块 那么这些呢 包括 我们的金融 工业 能源 制造 那么同时呢 我们保留了一部分呢 科技板块 那么再看一下 市场运行的周期 好 大家都知道 我有一个 短中长周期的模型 那么基本上呢 每一个短周期的运行呢 大概三到三连五年 那么这个短周期的运行呢 是我们央行的货币政策 和我们中国的 信贷的周期决定的 每一个货币政策的周期 我们可以用一些 比较简单的 代理指标来代替啊 那么这个图呢 我们展示的是 中国 纯准 Triple R 纯准呢 同比变化的情况 那么基本上呢 我们看到呢 每三年 我们出现一个 从低到高峰 再回到低谷的水平 每一个小的周期呢 大概是三到三连五年 每两到三 每两到三个 三连五年的周期呢 形成一个 七到十一年的 中周期 那么十个以上的 三连五年的周期呢 形成一个 三十五年以上的 长周期 很简单 那么当然 长周期我们 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整体的 长周期的趋势 是非常明显的 全球的 长周期的 潜在的增长率 在趋势性的下降 这个是一个 继承的事实 我们不需要 过于的关心 因为这些东西 你关心的 也不能够改变 我们更关心的是 在一个短周期里头 在下一个短周期里头 在这一个 今年三到六月份 第二季度 已经结束的 同时重新开启的 一个短周期里头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位置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 现在的这个 短周期的位置 决定了我们 未来十二个月 能够赚钱的概率 以及市场运行的趋势 以及在这个 市场运行的趋势里头 什么样的板块 我们得到 exposure 我们得到这个 仓位的增加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 最大的收益 这个是我们 现在要确定的 那我们看到的是 央行的 货币周期 或者说我们 三到三年五年的 短周期 我们基本上呢 在今年的 第二季度里头 我们运行到了 一个回暖的阶段 那么同时呢 我们应该看到 虽然 2020年的下半年 我们的货币政策 保持相对的宽松 那么同时呢 最近有一些 收紧的迹象 但是呢 到了 2021年 我们的货币政策 应该继续支持 市场的运行 市场和经济的运行 美国不讲 好吧 可能 可能后头的 对 好了 最后再讲一个图 还有四分钟 黄金和铜价 那么铜周期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周期 我们都知道呢 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工业金属 那么同时呢 铜周期对于 货币和信用的条件 变化 非常敏感 注意我们在 衡量周期的时候 我们衡量的是 增长率变化的周期 而不是整体的 绝对水平的周期 因此 即便是我们看到 美国今年 经济的增速 是负的 但是呢 它的总体水平呢 在全年 还是可以略比 19年要高 好 很简单 因为呢 我们衡量的是一个 增长率周期 而不是绝对水平周期 那我们看到呢 铜 这个作为 这个工业金属 那么对于 它的价格呢 对于我们 信贷和 货币周期的反映 非常敏感 到了今年 2020年的 第二个阶段呢 我们看到 在整体的 虽然整体的 实体的经济的数据呢 出现一个非常大的 下滑 无论是中国 还是美国 但是呢 我们看到是 铜价 我们中国的上证指数 以及这个 ISM 就是公益链 管理协会的指数呢 出现了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的回暖 那么有人会说 经常有人会说呢 我们上证指数呢 不是 对于我们 中国实体经济运行的 一个好的指标 这个是我非常不同意的 这个主要是因为呢 我们上证指数 是一个领先指标 上证指数 领先中国实体经济运行呢 大概两个季度左右 因此当我们做了 时间差的调整之后 你就会看到 上证指数的运行 和我们实体经济 增长 增速变化的运行 非常的吻合 除了2015年 这个5000点 帮我们的时候 那么最后讲 讲一讲黄金 那么除了我们 刚才讲的这个 价值板块 价值王者归来 以及价值板块和 估值低估值板块 有非常大的重合度 之外 我们还另外看到的是 与美元信用相对的 资产价格的 回暖的趋势 那么黄金呢 以美元计价的黄金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的 受益的板块 以及我们看到的 美元的 17年的周期 那我们的研究呢 发现 美元的周期呢 大概有一个17年 从峰谷到峰值 再回到峰谷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周期 那么基本上呢 到了今年 到了2020年 上半年 美元的强势 从15年展开的 美元的强势呢 开始进入一个 衰弱的阶段 那么这个17年的周期呢 上升阶段大概是 7年左右 下降的阶段 大概10年左右 那么同时呢 美元的周期 领先美国经济的运行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美元 作为一个 相对计价的汇率 反映的是 美国经济实力 以及美国 作为一个 世界的霸权 还在全球的 相对的地位 在今后的10年 将要相对的减弱 这是一个 大概率的事件 那么相对来说 如果美元走远 走软的话 那么我们会看到 黄金 新银市场 中国A股 中国债券 以人民币计价的 以人民币计价的 资产 以及 以非美元计价的资产 都将出现 一波非常好的 回暖的上涨的行情 那么基本上 我的时间到了 我的 总结 简单的总结一下 那么在 未来的12个月 我们将会看到 价值板块 王者归来 在现阶段 价值投资 和低估值投资 它的重合度非常高 我们已经有了 一波6个月的 周期性 传统行业 上涨的行情 那么这个行情呢 随着这个美元的 弱势的展开呢 应该还没有 马上结束 至少呢 我们要回到 明年的4月份呢 我们再重新审视 我们这部分的仓位 那么同时呢 在未来的5到10年里头 由于美元相对 强势的走弱 我们会看到 非美元的 计价的资产 包括我们的 人民币计价的资产 A股 新兴市场 黄金 比特币等等 那么这一些资产呢 都会有一波 非常好的 相对于美元走软的 价格走强的行情 好的 谢谢